2026年县市长选举也被视为总统赖清德的其中考试 总统昨天二度举行派系便当会 与会者对加速提名有共识 初步确定分四阶段 连任县市执政有共识县市 非执政县市以及艰困选区 这样才能够及早应战 而连任区像是台南和高雄初选提名时程 渴望在2026年农历年前启动 2026年县市长的选战布局 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 曾要求党内暂时不要谈论县市长选举 不过周三中常会之后 由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通知赖主席晚上 找了各派系的要找便当会 初步确立提名的原则跟方向 会中派系都认为 2026县市长初选跟提名时程应该提早 站在我个人的立场 我是希望说初选能够提早 那有共识 那带大家来全力复选 有说台南跟高雄的这个初选时程要提前 提前对不对 首先是最单纯的连任区 像是屏东县长周春敏 澎湖县长陈光复 只有一人表态也无挑战者 第二种是绿营执政优势选区 县市长面临换届 如果地方有共识就先决定 像是台南市高雄市就有多人表态 对于初选的期程 我尊重党中央的安排 也依照党中央的规划 那目前我就是加紧脚步 努力来争取市民的认同 有意角逐的鸭子默默划水 第三种是非绿营执政县市 像是云林县宜兰县嘉义市 虽然不是民进党执政 但是选情稍微看好 或是争取提名人数不多 最后就是艰困选区 像是台北市跟新北市 有建于2022初选时程过晚 措施良机 这次有共识要提前布局 初选尽快举行 避免同时间的竞争伤痕过剩 这回选举可不能再答应 记者先朋友的台北报道